小炒猪肝很多人都喜欢吃 但每次在家都做不好 不是老了就是腥了 今天按照我这个做法 做出来鲜香嫩滑又好吃 首先猪肝切成厚厚的薄片 切好加一勺盐 一罐啤酒去腥增香 抓拌均匀浸泡十分钟 不知不觉 我已经发了上千道家常菜教程 还没能得到你的小红心 这个视频 你就给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辛苦你了 然后多次倒入清水清洗 尽量洗到水清为止 再捞出控一控水 然后放入大碗中 加少许盐 半勺生抽 少许老抽 一勺玉米淀粉 抓拌均匀腌制十分钟 再准备多一点大蒜拍碎剁成末 几个泡椒同样剁成末 喜欢辣的来点小米椒切成辣椒圈 锅中油热倒入蒜末泡椒小米辣 大火翻炒出香味 再倒入猪肝 开最大的火快速划散炒至八分熟 最后放点蒜苗翻炒个七八下就可以出锅了 猪肝这样做鲜嫩入味不老不新 喜欢你也收藏做起来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